而在这个三层处理上 你把这一块因素给磨的 磨杀掉了 就是你没有考虑到 空间的上下的这种对话 和以及深途性 用中停的方式来组织内部空间 使得在你这个小的14层14的体块内 空间得以流通 共享 然后我们看四层 四层明显给你有提示 四层这还是做中停了 做在这 做这一半 然后五层这样上去 让我们看它五层 它这边就是说 电梯的判断 就是它也是做 一个是从这边的开扣 一个是这边开扣 还有它把一层的定位定位在这边 然后五层呢 你这个电梯还有吗 你设电梯吗 五层设不设电梯 就电梯通不上 上不上五层 这不是你做的是吧 这是谁的 这个也不清楚 这个也不清楚 这个地方做了管景区 这个厨房 这是餐饮 那么厨房和餐饮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也是一个把厨房这样的空间 直到南边去 那么从面积配比上来说 这个呢 往往也是有讲究的 一般档次越高 一般厨房和餐饮的配比关系 差不多达到一比一 这尤其在星期九店 大家设计星期九店的时候 厨房空间可能要预留大一些 跟餐厅这个面积比差不多 但对于小型建筑来说就不一定了 就不一定要灵活去调整它 同时呢 要展现出厨房和餐饮之间的关系 最起码有一个什么 就是你这个 要有一个这个做出来的饭 怎么送吧 你就从哪边送吧 最起码要有一个分割 一个类似于备餐的这一类的 是吧 这样的空间 备餐其实就是一个小过厅 然后通过这个过厅 去把做好的菜肴 然后是分配到每一个餐位上去 那么卫生间的布置呢 它是考虑到这一块 放在这一块 放在这一块 放这一块的话 三层 三层呢 你看下面是什么 是这一块空间 是吧 那么一层 差不多没问题 但是二层 这一块是什么 这一块是这碗 所以说如果 如果说哈 卫生间上下联通布置是最好的 如果上面有 下面没有情况怎么办 下面 那么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种呢 可能是包在墙里 或者是柱子里 这是一种走线方法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放在一些管井 或者是设备间里 就是在管井啊 或者设备间里 去走这些卫生间的 这些下水管道 也就是说 如果你卫生间上下对不起来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要需要一个设置管井 或者是下面有一个设备间 通过这样的话呢 去排屋 排水 因为你这都是展厅啊 你这地方下面 为什么你要排水滑滑的 是吧 这就得有问题了 你看人家设置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是吧 这个呢 是这个同学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个 好 看一层 他所设置的呢 这个电梯呢 门也是在这儿 往这边 往这边是没问题的 这边也没有 因为这边进来 有可能一层门厅吧 对吧 没问题 在这个下面呢 做仓库和设备间 就是大的功能空间 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把卫生间布置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是会议 这边是教室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空间呢 去组织这些关系 哎 大家觉得这样的方案 是不是相比来说要好一些 是吧 相比来说是不是要好一些了 空间利用率也积约一些 是吧 我们再看看 第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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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做 你的第三层 第三层 第三层考虑这个下 这上来这没问题 就对了 然后呢 看看他这边的布置 他这边考虑的是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中庭 是吧 然后考虑的是这边暂停 这边暂停 最起码的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空间 中庭是一个很好用的 能激活空间的一个空间手法 或者空间元素 希望大家以后在做方案的时候 能把这些东西乔毛利用 一个是中庭 一个是庭院 就是两个东西 有这个东西的话 最起码的上下是通气了 是不是这样 就通气了 然后呢 这边下面还是布置仓库什么的 设备 这个也问题不大 再看看第五个 第五个的话呢 这个问题可能就来了 交通这一块呢 从那下也问题不大 然后呢 这儿做的是景观 什么依据 你把这儿布置景观 这儿做的是餐厅 厨房还是布置在这儿 还是也还是布置在南边了 他呢 是把电梯考虑了 上来了 卫生间布置在这儿 他这个卫生间的布置呢 可能相对来说 是不是好一些呢 下面这一块 是不是说一种 这下面可是 能不能结合它的设备啊 或者这些用方 把它处理掉 是吧 如果考虑到这一块的话呢 似乎是要好一些 因为这一块也是卫生间 就是上下吧 差不多在一个区 当然能对上是最好 如果对不上呢 你稍微错一点 或者稍微扩一点的话 问题也不大 问题也不大 但是这个五层上来以后呢 就稍微是有那么一点问题了 那么一层三层呢 布置相对来说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 我们看了 三个同学的设计 设计的内容 好 那么 我们来看看 六三六四 一三 这是第一层 我们来看看 很清楚啊 不需要多说什么 这一看便明的 就是说大家在处理这些 基本的关系上 基本上是对的 但是呢 在空间系列上 还是在需要推敲 推敲一下 进来以后 这边是一个门厅 比较规整的一个门厅 那你说这边是不是门厅 这个严格说就不是门厅了 这个呢 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小过题 什么过题呢 是组织它的人流的一个小过题 你看 你看这样的一个教室 这个教室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一二十 将近三十个人 是吧 能坐三十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教室 前面给了一个这样的素材 同时你还考虑了很多的细节 这些就是教室的一个小储藏间 是吧 教室一些教具的仓库 同时考虑的是仓库 要总要滤滤出出的 所以对外开了一个门 所以像这些细节 大家以后在做设计的时候 设计抠 抠哪些都是抠像这些 大的东西 其实你懂我懂 大家都懂 都差不多 但以后就在抠这些东西的时候 见功力 就是说你考虑的全不全面 细不细致 往往体现在这些方面 体现在这种空间的一个大的 是吧 然后套了一个小的这样一个空间 这种关系上 这边呢 做了一个类似于前台的那种 是吧 然后这个呢 也是它的储藏间 小型的储藏间 这个呢 也是 这是电梯 不用说了 那这个也是一个呢 也是一个教具展示 所以说像这种空间 大家会 那我就出现以后 出现很多像这样的边边角角的 异性的空间 怎么用啊 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处理的 就处理成像这样的一些教具啊 展示啊 这种是吧 我这地方可能放一个饮水机啊 什么的 小型的仓库啊 书架啊 什么的 就通过这些 把这些边边角角的空间给利用上 这边也是可能就是储藏间 或者是打造卫生的储藏 就是放一些扫具什么的 这个 无障碍卫生间 上次在第一个设计里也说了 像这样的空中空间 考虑无障碍设计 需要布置 然后这地方呢 是卫生间 这个就是无障碍东位 这是女侧 男侧 那男侧呢 给一个做变器 两个小变斗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这样的空间里呢 这是一个 这边是一个 是吧 这又是一个空间 是吗 哪一个右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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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线 它都分割的东西 你就不管它 就跟这个一条线一样 你分割的不管它 这个是一层 第三层 你看看 人家是怎么走的 这个没问题 上来的 这上去的 机械式 仓库 这个差不多吗 大家都能够 能够 解读的 还是比较正确的 然后呢 你看它这个三层处理什么样 它利用到这半边了 这个整个敞开了 这样的话和二层和四层 在空间呼应上是比较合适的 二层可能用的是这边 对吧 四层用了这边 然后三层用这边 每个用一半 然后掏水的空间 这样的话呢 你看啊 人站在这儿和二层在打交道 是吧 那呼应站在这儿呢 和四层在打交道 让四层和二层 又有一个空间距离 差不多站在四层上 能看到三层 也能看到二层 那就是这样的一种 空间视觉关系 和空间体验感受 然后你考虑这个电梯 你看这电梯 开哪了 往这边开了 二层的呢 我们说它考虑用了这半边 所以开在这边 三层开这边 这也没什么好讲的了 其他是吧 让我们再看看 无不曾 交通上来说 没问题 这是下是吧 让大家看看这样的空间布局 这个电梯开哪呢 昨天它电梯可开在这儿了 为什么不开在这儿呢 开到这儿的话 就有可能和这边冲突了 因为这边有个下的人流 这边你出来的这个人流 就可能就要打架了 所以的话 它把口开在这儿 因为这个很小的细节 能够反映出你对里面人流关系的这种组织 然后大家看我这里面需要有的是观景的 你看它是怎么处理的 这样处理 作为观景空间 观景平台 里面 小心餐饮 厨房 卫生间 卫生间下面什么的 大家看 这有一些是一些什么储藏 仓储 这些空间 方便它走管道 别暴露在外面 好好体会一下 这样一个空间布局 有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 问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这个我们就就过了 好吧 因为我们今天的任务 还是比较多的 设计里面 大家要注意 有很 是整个设计的过程 就是解决各种各样矛盾的过程 矛盾有大有小 往往我们在解决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 故此 失彼的情况 就是我们不可能 处理某个问题 把所有的矛盾 全部化解了 刚刚一点都没有 这种情况是很难很难的 也正所谓设计难完美 但是呢 我们要把握的原则就是 抓住主要矛盾 解决主要矛盾 这个呢 是我们在设计前期 或者在空间和功能分析的时候 就需要把这些最主要的矛盾 和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给筛选出来 首先解决它 其他的问题 在解决它的过程中 连带考虑 实在解决不了 和实在解决不了的 一些个空间矛盾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 辅助的办法去解决 好吧 其他的呢 我们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那么呢 这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提交点作业上来了 就是说你们在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怎么个考虑的 再强调一下 下一次课 你们要不交作业 只有大爷的小爷了 就是这样 下一次课 因为必须要求的是 有一次课 我们是作业辅导和作业讲评的 因为在此之前的话 我们没有做这一块 所以我们集中 这样的话 也给大家一个 时间更充裕点 去做好这个作业 这个作业呢 上一次课就布置下来了 这一次再强调一下 你最少得做一个 并且每个人要提交一个 因为要打成绩的 就是我们的幼儿园设计 好吧 幼儿园设计这一块呢 有很多的参考 资料很多 希望大家客客找一找 我们这个现场班同学 发的教材里面 后面就有幼儿园的案例 希望你们也能够看一看 网络班的可以要求一下 这边老师 你可以把这边的资料 这个扫描一下 或者怎么样 把它转成电子版的 发给你们看一看 也可以大家呢 去找一些 就是我们的设计资料集上 也有 但设计资料集呢 它的优点呢 是极大成的 很全面 缺点也有 就是它 就是说 相对于现在来说 偏成就 因为它的那套东西 很多嘛 基本上还都是 90年代的事 90年代的东西 也就是说 现在差不多有 将近20年的之后 好 这个我们就到这 今天呢 我们任务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空间方面的东西 我们想再做一个训练 就是把大家 把这些 因为上一次课嘛 我们做了一个是小庭院的 是吧 限定性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练习 然后丢了一个音乐纪念馆的 这些呢 都是 就是训练大家对于空间的识别 首先是识别 感受 体验 以及呢 设计把握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还要有一个课堂练习 课堂练习 同时呢 带有趣味性的 这个呢 也需要大家把 在大牢里 把这个空间 形体的这种 识别啊 判读啊 变形啊 因为这些东西 和我们后面的造型有关 把这些方面呢 要有所积累 或者说是要 有所体会吧 我们再做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呢 就是我们 得开始我们 商业建筑的 这一块 这个商业建筑呢 广义上呢 我们现在所做的 都是商业建筑 或者叫商品建筑 这个商品建筑 商业建筑的概念呢 是区别于艺术建筑 就相当于在电影界吧 有艺术电影啊 文艺电影啊 也有纯商业电影 一样 有点那个概念 是吧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广义上的 现在做的什么办公楼啊 写字路 大家做出来 肯定要出租 什么这些 是吧 下面一二层 群房内布置餐饮什么的 都要经商 一层商铺什么的 都可以算是 这个商业建筑 这个是广义的概念 狭义的概念呢 商业建筑呢 往往指的是 商场类的建筑 商场类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下午开始 我们要说 这个商业建筑 商就是商场类的 那么呢 今天呢 我们还是照旧 再补充一些 大家对于设计里面 所需要积累的 或者说 所需要更多体会的 一些东西 这个呢 我们想多少再说一些 课上呢 更多的是 作为一个引导 课下呢 希望大家把这些 知识体系给建立起来 因为大家想要做方案设计 这里所说的仅仅是一个思路 或者说给大家一个引导 那么更多的工作呢 还是希望大家在课后进行完善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对于各种知识体系的积累和完善 就是要你把你自己的知识系统要建立起来 方案设计没有一定的这种知识体系作为支撑 你是走不深走不远的 今天呢 我们先看一个关于环境的方面的尺度 或者是认知 就是说大家怎么样去理解环境和设计环境 因为我们的建筑设计 尤其是方案设计 初期往往很多 包括呢 就是说怎么样去产生利益啊 去发展你的利益 以及使你的利益和建筑的功能空间呢 能够协调和融洽 往往这个利益的来源 有很多和周边的这些个环境啊 文化啊 这些因素相关 文化呢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 它也是一个环境 我们叫它人文环境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叫自然环境 就是这两种环境的识别 以及认知体会 筛选抽象 往往呢 能使你诞生出最初的那个设计概念 由这个最初的设计概念 发展你的方案设计 然后再发展 然后继续发展深入 就比如说我们前面 一再强调那山水 是吧 山水这个东西 你说 在内蒙古 做个方案 我能把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山水的理念 贯穿到我建筑设计里面吗 我把山主在 克拉玛伊 大沙漠地区 我做个山水的概念 你觉得合适吗 是吧 你首先没有对当地的环境进行识度 所以说环境识度是我们方案设计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前奏 那么这个环境呢 大的希望上升到整个我们所在的自然环境 以及人文环境的大背景率 从中观层面上 我们至少要把我们的 这一个环境的概念建立在城市的范畜基础之上 再往下的微观的层面上 最起码的你要顾及到所建基地周边环境 这是三个层面 城市环境 环境是可以认知的 认知的范围可大 也可小 不同的人 你自己的需要 认知环境 这里呢 所强调的 就是一个城市环境 也就是说我们的中观层面 也就是说大家做建筑 进行方案设计的时候 需要有叫城市视野 城市视野 就是说你的视野要高一些 也就是说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说 我们做建筑 往往要给城市 添特色 要给城市空间 添砖加瓦 去丰富它的城市造型 城市空间 然而呢 在我们的现实之中啊 就存在很多的建筑啊 在那自喜自舞 自娱自乐 我记得多少年前 那时候 我们还是在上本科的时候 我们老师在我们在讲 环境和建筑关系的时候 就讲到一个案例 就是说上海这一块 怎么说呢 就是说有一个外籍建筑师 似乎还是比较有名的 也是他妈是属于 是大师级的那种 然后呢 就是在很多的上海的 这些是领导啊 是城建部门的陪同下 参观浦东新区的建设 浦东路加嘴那块建设 那些个官员们都 非常的沾沾自喜 非常开心啊 说你看 我们用很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就把我们荒凉的浦东 建立成了这么美好 高层建筑 拔地而起 然后专家呢 搭了搭嘴 然后呢 用他的话呢 最后就 原话 那意思我想翻译可能不敢说 但是后来通过不知那种渠道 传到很多方面了 原话的意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老外很实诚的 不像我们这边很多会 会巴结 是吧 他怎么说 他说 这一天就像一群的叫花子 穿着红绿绿的 在这张牙舞爪一样 原话真的就是可以翻译的那个意思 就是一群要饭的叫花子 穿着红绿绿的 然后在那自弃自无 就这个意思在那里 你从这句话里 人家这么说 是一个很扁的一种隐喻 但是你的体会说 人家的观点是什么 一群叫花子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这些建筑有没有品味 没啥品味 穿着红红绿绿都锁死了 还在那自弃自无 自娱自乐 就是你有没有注重你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没有 你使你这一块城市 天专家 城市天色彩 原来你想看 东方明珠刚建起来的时候 路加嘴那块的天际线是什么样 然后 经贸大大建起来的时候 你看天际线又是什么样 你现在再去环顾一下 那块的天际线 你看又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网 网络的东西 我觉得网络东西的话 最新的一些知识 往往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给大家 最起码 带于一种批判的视角 去阅读这样的一个环境的 或者说是中观层面上的意义 这个都是商业建筑 所以的话 我们在商业建筑这一期 拿来跟大家说一下 刚好说到环境 我们看看 见没见起来不知道 反正这玩意当时 引起了轩然大波 所谓重庆的人人楼 这个是城市的一个城市标志 log 城市log 就是一个人人的 结果他就把这个log 原封不动的 变成了这一个叫人人楼 人人大厦 重庆的人人大厦 你看看这玩意 有没有注重 中作为环境关系 大家好好做梦做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 要阅读这样的 或者是要批判这样的一个视角 需要大家对于建筑这一块的积累 要达到一个深度 往你才能够试读 这玩意当心好不好 现在我们绝大多数人 可能都是还是在一种大众的形态 在大众文化的虚然之下 去试读它 因为这个感觉挺好的 挺壮观 挺漂亮 但是从你们 真正建筑学的专业视角 去评论它的时候 你怎么认为 北京西郊的天子大酒店 酒店 天子大酒店 福禄寿 很热闹吧 这就是大众文化虚然下的典型的一个建筑设计的东西 这个兽型老头捧着这个手上桃 还有这个冠印都是被内部包装成总统套房那种 包括这个葫芦里的 然后像看这个东西 像这些什么袁寿文 现在都开着窗 什么的 这些 福禄寿 天子大酒店 这个 酒瓶楼 这就是中国的这种建筑创意 如果说你们的将来以后做了概念 做建筑创意都做到这层面上了 那也不好说 是吧 当然不能从简单的判断 这玩意做出来究竟是成功的 还是失败的 往往从这大的层面上 如果说从存在既有理 从这个哲学层面上去判读它 似乎你也能看出目前中国建筑市场是怎样的一种审美趋势 所以说你也别怪你设计院搞个山水长了 山水比这玩意可怕 是吧 高明多了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这是最近 对吧 网上吵得很热的 这样的一个 东方之门的 啊 看看苏州河畔的 这不是 这不一定苏州河啊 最反正是苏州嘛 这个烟湖畔变了 你看这个建筑啊 你看看 是一种怎么样 讲没讲究之间这种 相互之间的关系啊 所谓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 环境所带来的某些个影响 有没有考虑这些东西 然后突然这儿来了一个东方之门啊 那 很性感的低腰秋库 是吧 这可能还是磨摩白的呢 是吧 磨摩白的 然后破洞的 是吧 看 再见了 效果图 这个我们后面再看啊 我看商场后面不觉得是 这个我们可以参考 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那 呃 位于苏州呢 京畿湖畔啊 东方之门 是吧 然后呢 人就说什么什么什么 我看啊 呃 世界第一门 这是这个 哎 中国尤其是官员 他可能往苏州政绩什么 他就需要有这个东西 世界第一门 是吧 然后是88层顶层在建 苏州园林警官 再加上地下五层酒窍 然后将创下 中国都是第一大高楼 结构最复杂的超高层 感觉好像把这家长都很了不起似的啊 用钢量最大的还战战自喜啊 现在还还说节约型社会 是吧 这些人他还报个用钢量最大的 最高的苏州园林 最深的私家酒窍 最高的过街天桥 中国最高无边际的游泳池 七项全国之队 然后呢 说高69 层高69层 高300多米 04年9月就开始建了 建到现在 是英国的章标 从这点上来说 你们现在是不是发觉 老外是个非常狡猾的一个家伙 就是你想想看 他能把中国这些官员的心态 都琢磨到什么程度 灵感说来自于苏州的古城门创意 苏州古城门是这玩意吗 门洞是这么高 跨度这么多 世界最大的门型建筑 世界最大的门型建筑 这个门型建筑你去跟德国德方斯新区的德方斯门 那个也是吧 新医 你能跟他比一下 你看是一个品位上的概念吗 是一个品位上的吗 然后呢 被说什么 说什么 秋裤和牛仔裤 低腰的 要我说还磨白的 对吧 破洞的 然后说央视是跪着的 然后呢 他是站着的 好有伴了 得 大家眼睛是雪亮的 你做的太过分了 你这玩意就会允起公愤了 当然对于建筑界本身来说 你看哈 这边也有 他说了 怎么说的呢 说是 东方 尽管网友大量吐槽 但在业界呢 东方之门造型却仍受到高度评价 业界是不是高度评价 我告诉你的确是 业界确实是高度评价 因为现在业界差不多 这个水平也就是这样子 这算是高水平的了 而能建起来更是水平高 而且是个政府项目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门型建筑 还在那自吹 所以说大家以后在做商场 商业型建筑的时候 怎么 该 协取一种怎么样的利益 或者是从环境的角度出发 去尊重环境呢 这个方式 拉的方式 拉的方式 就这个 底标性建筑 拉的方式 大门 对 就跟凯旋门对的 那个新的那个 这也是一个门型建筑 是吧 是不是 你感觉这玩意 是一个平位的吗 它跟凯旋门对是干嘛 寻求和城市环境的 一个呼应吧 你看看 这种对于城市环境的 这种轴线关系的对应 它终端 就是和方式 兴旋那个大门 看 是不是 拉的方式 你这玩意在 进去互发 搞过这个算什么 是吧 这个 作为我们城市环境的一个 例子 我们讲这么多 那么在城市层面上 我们说要关注什么呢 这五点就是凯文林奇 说的城市意象里面的 关于城市设计的五个把握要点 就是道路 边界 区域 节点 标志物 这个大家在 在做 包括小大到一个城市设计 小到一块场地设计 往往呢 都可以用这些个观点 或这些个切入点 去进行设计 比如说你一个场地 你总要设计道路吧 你总要体现边界吧 你的边界和周边怎么关系吧 你每一个区域之内是怎么划分的 用地区域怎么划分的 你区域之内是不是要有一些什么景观节点啊 空间广场节点啊 是吧 然后你里面要有一个标志物 吧 大到一块城市 一个 就这样